外親屬可見飛行中的飛機 右邊機翼竟然出現破洞 機上乘客事後回向原驚魂未定 這架美國聯合航空航班 19號從舊金山起飛 沒想到中途出現劇烈搖晃 機長隨機廣播宣布立即返航 改降落在丹佛機場 所幸及時發現飛機出問題 這起意外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機上165名乘客也被妥善安排 搭乘立一架航班前往目的地 只是乘客不介意不代表飛安問題 能忽略 因為這架出事班機 又是來自飛機製造龍頭 波音公司 波音今年出爆案件 一樁接一樁 現在再加一 不免打擊品牌信任度 目前根據聯合航空聲明 這架客機破損處是前沿縫意 至於什麼原因造成的 還有帶航空公司配合當局調查理清 華視新聞 最後報導 哈囉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